你們在吃飯器嗎? 前段時間的話 不是很流行那個電... 電飯包包飯嗎? 反正就掀起了一陣這個自製打蛋器的風潮 就有的家裡面有電磚的話 拿電磚弄到是... 或者是用电动牙刷弄着几个小吸管汁 今天呢我们就直接用最简单的方法 随处可以找得到的一个数量把它剪开 然后验证一下到底要多久才能够把那个蛋清打发成泡泡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 我就算用打蛋器都要打个十几十几分钟 如果真的是拿这个手打的话 我并不是特别的相信几分钟就能够打好 还有的说拿这个也是一分钟就打出来 好了现在开始自制吧 把这个整整齐齐的割开 OK完成了 哇我觉得我剪的还是挺完美的 哦应该可以 每一条都是整整齐齐的剪出来 我们准备五颗鸡蛋 然后把鸡蛋给清洗干净 因为鸡蛋的表面的话会有一些鸡屎之类的要清洗一下 然后再来鸡蛋分离 鸡蛋分离器呢我就懒得用了 直接用手分离其实才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高效了 打 小小小星星把它捞起来就行了 不要把这个蛋壳的边缘刮到它就完事了 这个做分离器好像也挺不错啊 在正式打发前蛋清倒入20克的糖 蛋黄也倒入20克的糖 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再倒多一点点 现在就要正式的开动了 我记个时刻 现在刚好是中午的2点40 我预计一下吧 他们说一分钟打完我觉得不可能 我预计10分钟能够打出来的话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吗 来了 按吧 按开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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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1 2分钟感觉 感觉打得 有有有有 有点意思啊 感觉有点意思啊 好像真的是有点快啊 它马上就有点淡白一淡白的感觉了 把它拿起来拿起来 哇真的是挺快的啊 没有想到 真的可以打吧 我先用尽全力 有什么打发真的是好累啊 现在这个好了没有啊 好像还差一点点 这个瓶子已经被我打到有点变形了 感觉应该还差一点点 看可以了吧 试一下试一下 倒一下看会不会掉下来 哇好像可以了 哇可以了可以了 我反过来它不会掉 可以了可以了 计时结束 五分钟 经过验证之后 用这个塑料瓶剪成这个口子 来做这个打发器的话 是真的有用的 那个力量够猛的话 真的是可以在三分钟左右 可以搞得定 一分钟打出来的话 估计是那个手就跟电动马达一样 像我这个普通男子的话 应该就五分钟左右 是可以打出来没问题的 你要愿意再打细腻一点 也可以继续打 如果有另外一个小伙伴 跟你一起的话 或者是在家里面 你待打累了之后 马上给你老爸老妈打 那是很轻松可以搞定 一个人打就真的是有点累 手这边已经感觉肌肉 马上全部都崩起来了 这个居然能打的话 那么这个按道理也是可以打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用这个瓶子其实挺好的 你想用筷子来打的话 估计就是难度特别大了 因为它这里的话 它你就剪了多少条边 就等于相当于你有多少个筷子 这里等于是拿着二十几只筷子 像这个方法居然可行的话 那基本上也不需要加个电钻什么 手打一下就完事了 这个我就不打了 我直接拿打烂器打吧 我只是验证一下而已 验证一下 感觉不是很多 对了对了 中间的话还可以再放上几片的姿势 我现在看姿势 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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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哇 spy 看下中间这个 鸡汁蛋糕 麦香不是很好看啊 试一下味道啊 吃完就挺好吃的 非常遗憾 最终还是一失败到中 还交别人做蛋糕自己都不会做 不过没关系啊 还是能够吃的嘛 有可能是我这个盘子太大了 应该搞一个小小的烹起来 应该才会比较好一点 没关系啦 试一下 试一下 对了我们这次的主题呢 那其实就是试用一下那个打蛋器 是吧 这个舒芙蕾呢只是顺便做的而已 舒芙蕾做的不是很成功 但不能说明打蛋器就没有用啊 是吧 打蛋器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它靠你的这个臂力 可以在平均五分钟内能够打到出泡泡 但是最终你能够做成什么样呢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料理的天赋 我就做失败了 蛋糕真的是不容易做啊 我觉得这一次主要的是因为我用的这个容器太大了 太大了它的受热面就太大了 所以容易就烤焦啊或者是烤了扁啊 换一个容器试下可能就不错了 加汁试会有点咸咸的 这个鸟好香啊 花絮 我可能尝试着再做一个成功的 但是我不用那个东西打了 我就用电动的打 最后呢还是挺建议大家家里面 必备一个电动打蛋器 其实也不是很贵吧 便宜的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也都有 当然贵的会有很贵 不但把自己打得很累很累 可能最终还不成功 到时候浪费的食物不是很好 这些呢还是可以吃的勉勉强强 就是吃下去之后估计就要 回羊了 嗯 挺香啊 诶 这位小可爱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给这位无名喳喳小作者 点上一个小账 点上两条评论 吃一下下 祝你生日快乐 能够转发分享一下就更棒棒了 你干嘛 哇 那他被吓走啊 蛋糕这方面的料理 我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天赋哦